苗栗警方指導詐欺集團一處民宅據點 原警踹開房門 裡面還有被囚禁的兩名主宰 原來苗栗警方接獲民眾報案 說自己到銀行辦賬戶 賣給詐騙集團 但卻被控制行動 之後才趁機逃出來報警 告訴警察 裡面還有兩個人手困 苗檢指揮偵辦 警方在大湖鄉一處民宅 逮捕了詐欺嫌犯 現場還查扣安非他命 海洛因 毒品吸食器跟西瓜刀等 犯案工具 似乎詐騙集團要騙錢 最缺的就是人頭賬戶 刑事局電信警察發現 詐欺集團還利用臉書 通訊軟體刊登不實求職廣告 工作內容卻是租借帳戶 就能獲取報酬 他們利用全台各地的高鐵站 台鐵站 置物貴成了他們禮帳戶包裹的路徑 犯罪集團 陳姓祖賢具有竹聯邦 和堂成員之背景 舉成立詐欺收入集團謀利 主賢招募成員分工收布 更改帳號密碼 測試帳戶是否完好等等 再交給幕後的詐欺集團使用 成員酬勞月薪四萬五 苗栗台中詐欺收布集團都靠假求職廣告 先騙受害者上當 再告知要買或租他的銀行賬戶 不管當事人事前知情或不知情 一旦提供了自己的賬戶 因為有幾千元不等的金錢收入 同時也成了詐欺共犯 TVBS新聞 謝股金黃國軍紅彩論台中苗栗 裁縫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